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乐好可爱 看着自己的这个镜头说大家好 怎么样 觉得自己上镜怎么样感觉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还好吧 跟你们平常看比赛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自己的比赛结束了之后会回看自己的比赛视频吗 会 好的会经常看 好的会经常看 对 坏的不看吗 不看 也会看 因为毕竟 看看当时出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回答是还蛮正常的 为什么你不看 我是坚决不会看 坚决不看 对 咱俩握个手 我的节目做的不好 我也从来不看 因为我觉得看了以后会 会加深那种不好的感觉 所以我就相反就实行看不好 实行看好的 实行看好的 对自己增加这个心情 我比赛前就是 那灵灵应该是一个性能还蛮强大的 看这些失误啊或者怎样的 就是 不是很在意这些 对 因为 怎么说 比完赛以后 会看 我会看每一场的比赛吧 每场都会看 对 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成功的就 看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失败就会找出 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而且 看完失败了 应该说也会像 路路说的吧 会有不好的印象在脑中 但是我应该 还能控得住自己 就是不要想一些不好的 不要想不好的 那 林玲你私下里是一个 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在 不用我解释了 虽然我已经在点头了 什么有多强大吗 非常强大 嗯 就是 真的就是很值得我学习 他就是怎么说 应该说我跟他一起 进国药队到现在 他以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以前可以说是 特别爱哭 然后就 以前是什么时候 几年前 四五年前吧 五年前 五年前 零七年那会儿 特别爱哭 嗯 就是刚来华队的时候 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爱哭 对 是吧 然后现在就完全不一样 现在就是 嗯 我的教练就老是会拿他给我做比喻 你说你看一下 对林玲什么 练不好了 也不哭啊 怎么怎么 现在是我比他来说 现在你爱哭了 为什么 你看 从现在表情能看出来 你看林玲的一脸特别 一脸浩然正气地坐在这个地方 五年前号爱哭 大家都能理解 小姑娘嘛 你这五年 孩子 你是受了什么打击了 没有 开个玩笑 为什么这五年越来越 越这么严肃 怎么 嗯 怎么说呢 因为 是那种环境成长的原因吧 嗯 嗯 人家怎么越成长的 没错 我怎么就没错 嗯 可能 有一些教导的不一样吧 那 那那那你受的教导是什么 因为 毕竟怎么说 我是属于 就是 在我们组吧 就是经常 会是那种 虽然有点练不好 就是 会被教练说的 比较厉害那种 因为教练 怎么说 管得严比较严 嗯 然后我又属于那种 比较 嗯 听话的那种 嗯 所以说 就是 教练不会 特别的 批评你 但有的时候 你稍微 过分一些 他会批评你 然后 嗯 之后他就不会再说一些 就是攻击你的 攻击你的 特别怕你教练 对 就不会说一些 攻击你的话 所以说这样 对你 那你这个 你所谓的攻击你 是指哪方面 能举个例子 比如他说你什么 其实我觉得 练不好 就是 受到教练的批评啊 那种 可以接受 我就是有一些 受不了 就是教练 或一些 语言上的攻击吧 语言上的 语言上的